唐三爸爸,我们家里为什么总是放着一个雕像呢? 这个雕像看着好亲切呀,我是不是认识呢?它是谁呀? 小巫童,她可是这个世界上你最亲近的人,她就是你的妈妈小五,在你还很小的时候, 你的妈妈为了救樱花小镇的居民,献祭了自己所有的魂环,才变成了这样的雕像。 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呢?你没有骗我吧? 我说的都是真的,以前你还太小,所以没有告诉你。 那好吧,可是我想妈妈了,好想妈妈抱抱我。 小巫童,我的乖女儿,妈妈好想你,现在你已经长大了,只有你才能让妈妈复活。 小巫童,你可以让妈妈复活吗? 原来是在做梦,可是感觉好真实,我去问问唐三爸爸。 唐三爸爸,我想让妈妈复活,有什么办法吗? 只要你像妈妈那样,得到小伙伴们的喜欢,你的小五妈妈就会复活。 那我就试一下吧,小可爱们,你们喜欢小巫童吗?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,证明一下好吗?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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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巫童,我还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狗头能量。 可是我没有啊。 你可以用你的十年魂环吸收一下,吸收得越多,复活小五的概率也就越大。 唐三爸爸,那我现在就试试。 小巫童,我的乖女儿,谢谢你让我复活了。 我好吧。 哈哈哈